十与七大厦桃田贤斗备受关注,北京时间8月5日,2018年南京羽毛球式锦赛,将迎来最终决赛日的争夺,终于各有四位队选手闯进三个单向的决赛, 其中中国包揽混双金银铜牌,日本包揽女双金银铜牌,南丹和南双都是中日大战,可以说,羽毛球场上的中日大战已经来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南丹时与其VS陶田贤斗陶田贤斗,看成本届是锦赛南丹的最大夺冠热门,他也不负众望走到了决赛,中国选手时与其成了他最后的对手,两人之前交手过一次, 在今年的亚锦赛,时与其一比二不敌对手,陶田贤斗北塞季战绩34胜三负,陈龙,立宗伟,时与其,孙万虎,斯利凯斯,阿塞尔森本塞季都曾输给过他,拿下了包括亚锦赛,印尼大师塞带内的重量级南丹冠军,汤姆斯被出场保持全胜,时与其也不遑多让, 作为今年全英公开赛的男单冠军,时与其从前被林丹和陈龙手里接过全仗,今年的大赛表现非常亮眼,汤姆斯被出场保持全胜,帮助国与重度汤贝利下汉马功劳,可以说,陶田贤斗和时与其是今年表现,最为出色的两位新生单的选手, 两人的对决充满了期待,女单马林VS新度两届世锦赛,冠军马林RB1大逆转国与小将和冰胶,新度2比0挑落2号种子山口西,连续两年晋级世锦赛决赛,两人将在南京上演里约奥运会女单决赛的对决,交手记录方面,马林6比4领先新度,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新度2比0战胜了, 马林,马林和新度两人今年在学会赛的表现都不算太好,马林经过两年伤病的起起伏伏,终于在今年世锦赛重回巅峰,新度则在今年英联邦运动会后打打停停,一度放弃了游博贝,世锦赛女单比时尚,李灵卫,韩爱萍,张宁和谢信芳都曾三进决赛,不过还没有人能实现三冠王尔业, 是两届世锦赛冠军马林成为历史第一人,还是新度为印度捧回历史上首个世锦赛女单金牌,我们拭目以待,男生李俊慧刘宇较VS加村建市原田起步男双决赛,在中国双塔组合李俊慧刘宇较和日本一双加村建市原田起步之间进行, 两队选手此前交手过七次,李俊慧刘宇较4比3位为领先,两队选手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亚锦赛,李俊慧刘宇较2比1逼转取胜,李俊慧刘宇较去年是锦赛首战出局,今年憋了一口气, 两人今年未免了亚锦赛男双冠军,在汤姆赐杯保持全胜,保持着很高的竞技让他,已经手握汤杯冠军的两人,很希望又是锦赛冠军为自己证明,日本组合不能小觑, 他们在新级的道路上挑落了夺最大热门级敌恩苏奇尔木云,中前场抢网和连环是日本组合的最大特点,双塔在三后台榜时表现,会做好最困难, 都准备去打这场决赛,女双辅导游击广天采花vs松本妈幼游园,很可爱女双决赛是一场日本内战, 两队组合此前交手过三次,辅导游击广天采花保持全胜,辅导游击广天采花是全年的市锦赛亚军, 今年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同胞组合,能否如愿拿下市锦赛金牌吗? 混双郑思维黄亚琼vs王毅绿黄东平混双决赛是中国内战, 头号种子郑思维黄亚琼,此前四次和王毅绿黄东平交手,保持全胜, 郑思维去年和陈清晨达到,获得了世界赛亚军,对这个冠军非常渴望, 王毅绿黄东平一路战胜全英冠军杜比勇大东也有杀, 爱的考克夫妇以及香港组合邓军人先赢雪,也非常渴望这枚市锦赛混双金牌, 两队组合夜时势必会有一番惨烈的争夺, 复决赛赛场比赛从下午一点开始女双,辅导游击广天采花, vs松本马游泳源和可纳混双,正四为黄亚琼vs王毅绿黄东平女单, 马连vs新度男单,时与其vs桃天仙都男双, 李俊会由雨晨vs加春节是原品请勿, Eden 请勿,Eden